这个男人被代驾绑在家里扇巴掌 代驾不止堵住他的嘴 还给他戴上墨镜仔细端详 然后拿出绳子套住他 像牲口一样控制他 代驾钻着绳子的另一端 死死地盯着男人 问他12年前到底是怎么想的 代驾阿诚12年前被好兄弟大国坑害 俩人一起出行 一起喝酒 扔完酒瓶 摇摇晃晃上路 大国在前座酒驾 阿诚在后座宿醉 大国一不留神撞了人 阿诚浑然不觉睡得很香 大国惊慌失措 心生一计 把阿诚抱到驾驶座 立马逃之夭夭 被撞的孩子鲜血鼓鼓 阿诚逃不了罪 狼能入狱十年整 出来之后文件酒味就恶心 看见车就眩晕 为了生存吃饭 强忍着心理阴影重新考驾照 恭恭敬敬地给人做代驾 帮人做戏满老婆 给人做酒后保姆 完事儿在大街上超事后烟平复心情 这不认不轨的日子坚持着两年 直到这天晚上 接到这个熟悉的人 顶着大国的脸 自称王先生 阿诚给人扶进家 端详完他宽敞明亮的大房子 静止走过去把门关上 然后走向大国 等大国终于清醒过来 就被阿诚拴上绳子 逼问十二年前 吓唬兄弟的想法 阿诚拿着录音设备 凑人嘴边等说话 结果大国张嘴就要水 好不容易喝完了 就立马求饶 丝毫不提十二年前的事情 还口口声声不认识阿诚 阿诚气得够呛 使了一套组合拳 支住大国命运的喉咙 怒目圆瞪 可还没说出下一句话 门铃就响了 阿诚只好把哀嚎的大国 先关进小黑屋 去门口应付送外卖的 等他回去 大国显然冷静下来了 一本正经的解释 自己十二年前在俄罗斯 根本不在国内 阿诚看见他车荒扯得这么自然 顿时神情激愤 开始一桩桩一件件 细数自己这十二年 过得有多不容易 一错眼 让他看到了旁边的佛像 阿诚跪过去 继续发表演讲 仿佛非得把佛说哭 才算罢休 正哭诉的起劲 他身后的大国 悄悄拿起绳子 原来他自己在小黑屋的时候 发现了打火机 双手得以解放 大国摁倒阿诚 拿起烟灰缸 上去就是一项 阿诚倒地不省人事 大国身体不济 开门锁的时候有些摇晃 不过阿诚没死彻底 举起花皮人快准狠 大国再次沦陷 等他清醒过来 阿诚表示 今天你是必须留下这条命了 一会儿乖乖听话 写遗嘱 明天自己开车出车祸 你完美的赎了罪 我也解了恨 大国赶紧认怂 坦诚自己确实做错了事 结果阿诚刚一凑近 大国瞬间使出铁头弓 往前拼命爬行 阿诚被激怒 拔起台灯 狠砸大国 一不小心 还给房间弄短路了 阿诚转头 寻摸了一排蜡烛 这回也不废话 直接写遗嘱吧 大国被扼住喉咙 不敢反抗 次日清晨 阿诚把车 开到空无一人的野狐边 拿出准备好的毒药 送大国归西 大国当然不肯乖乖就范 立马挣扎 门都被他踹开了 可他脖子上的绳子 还被阿诚牢牢挡在手里 他被拽了回来 双脚使劲挣扎 扑腾 直到悄无声息 大国已经僵持不动 阿诚过去把人摆好位置的时候 突然看见旁边的照片 上面的大国一脸憨笑 大国没有说谎 或者说是王先生 阿诚看着被他弄死的人 一脸落寞 他慢慢走远 他看着静谧的树林 昏暗的天际 十二年前 阿诚喝了酒 开着车 兄弟大国的电话 此时打了过来 他一不小心在路旁撞了人 却因为醉酒 浑然未觉 静止睡了过去 而不远处 掉下了一个啤酒瓶 响起无比刺耳的爆炸声 很多人看过短片 直呼看不懂导演的思路 十二年前 阿诚在桥头扔下的啤酒瓶 破碎声从未响起 却在他的回忆中 响出案发现场 可能是恐怖游轮一样的循环 可能是阿诚精神分裂的异想 也可能是时空错乱的穿越时空 但无论是什么样 匪于所思的猜想 我们仅就故事本身来看 遵守交通规则 绝对不要做于心有愧的事情 才是最重要的 否则很容易困在内心世界 现在沼泽中无法自拔 犯下无法弥补的过错 我是娇言 咱们下期再见